离谱了,家伙们 帅土玩家又来三战这里偷东西了 前几天有个粉丝叫我看看 帅土的仙湖炸死事件 说三战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人才 不才我就去看了一下 嗯... 这不是跟一年前三战团长炸死的事情 一模一样吗 甚至连文案都没怎么改动 一样的死亡时间 一样的死亡原因 一样的炸死话术 好家伙 不会跟我说一年前三战玩家炸死 一年后 在帅土这边转身了是吧 什么他妈的叫惊喜 而三战炸死事件 早在2022年的8月份就已经发生了 帅土的仙湖炸死 则是发生在今年的8月 你就算模仿 也稍微把话术给改一下吧 这炸死前后的法令 以及最后盟主发的炸死消息 都跟三战团长的如出一辙 这明摆的这是帅土玩家 对三战玩家事件的一起偷窃 这里我就不提那个词了 最难受的 还是有一部分帅土玩家 还喜欢拿着这个抄袭的炸死事件 到处沾沾自喜的炫耀 说这是帅土的谋略之光之类的 殊不知自己引以为傲的事件 是对别的游戏玩家来一次盗用 并且这样的事件已经不止一次了 我上次发一个三战女盟主的视频 有评论说这是帅土的盟主 我发一个盟主去哪了 有评论说这是一名帅土玩家 你们这一部分帅土之兵玩家 要不直接改名叫寒土之兵玩家算了 反正都这么喜欢偷 三战一直在做真实的三国还原 才能有这么多玩家 在游戏里创造了这么多谋略 而谋略可以被学习 但不影响帅土掀扶这样 一致不辣的剽窃 欢迎更多对到策略的玩家 来真诚交流 感谢观看